如果一个电子宠物 一旦你关闭游戏就会永远死去 你还会继续玩下去吗 实际是这个样子 就在前不久 我收到一条粉丝的私信 让我试玩一款叫做 你的免费小老弟的游戏 我一瞅着骂画质 还是个试玩版 但是 当然是 这个电子游戏 有个非常丧心病狂的设定 一旦你关闭游戏 你的电子宠物 就会马上化成一堆白骨 永远无法复活 即便重开游戏 那也是无济于事 行吧 多说无意 直接开始游戏 多说不说这爸爸头铜锣眼 这小东西是真有点丑啊 小东西说话了 保持光标在窗口中 拜托了 如果你点击退出 或关闭窗口 我就会立即死去 这是他的工作原理 我没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 但我不想这样死去 所以拜托 这意思是我现在 能随意掌控他的生死 他这是在恳求我吗 下边一个是喂养 一个是促销袋嘛 这个 这个座子好像给了一个 哦 有顶帽子 我应该要喜欢戴上他吗 哇 卑微 他是真的卑微 就好像 就好像随时会被抛弃的宠物一样 试图讨好主人 我怎么感觉好像 真在电脑养了只宠物啊 诶 这头位 哦 会掉落食物 我并不饿 不饿 你想让我干嘛呀 退出吗 诶 图标被他移走了 你怎么了 如果你退出我就会死的 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吗 没有 我只是单纯想试试 诶 再点一下屏幕 他就缩小了呀 诶 这还大喊我们是杀人犯 我什么都没有了 请 不要 不要 不要打开吗 完了 完了 真邪逼的这回 完大了 我真成杀人凶手了 这帽子 诶 这帽子倒还能戴上 理论上来说 这游戏啊 直接被我完美了 宠物呢 再也活不过来了 但是 就我和炎龙王这多年的阳兽交易关系 那必须得找到他这个生死铺 把这个名字给删了 当场我就打了张死者书生 这复活的宠物呢 好像并不是之前那一个 除了颜色一样 把把头他没有了 看来就算投机 这之前的宠物也回不来了 这接着怎么弄呢 还是只能继续投喂啊 我开始担心游戏崩溃 意味着我将要死去 诶 给了我们一个清除案件 诶 你还有这功能啥 还挺有忍耐哈 好吧 现在让我们玩个游戏 尝试接住球 诶 不是 不是 我是红瓦还是你是红瓦 我上当了呀 恭喜 这非常棒不是吗 棒个锤子 我想给你一棒 我们是不是应该清除一下球 诶 你咋还指挥上我了 诶 那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妖儿子啊 我知道这个球 可能没这么好玩 但是这是个四玩板 还是有一些惊喜 所以请不要退出 哦 还换了身装备杀 还变了个打怪游戏 红色雪条 紫色金箭 升级可以选择能力强化 诶 这三个能力 恢复血量 暴局率加1 最大生命值加10 诶 这通过强化 抵御敌人 有点塔防的感觉啊 简单的娱乐过后 诶 这小东西又给我一单假期待嘛 输进去看一下啊 哦 一艘船上 这里非常漂亮 不是吗 我只来过这里一次 但那个时候 我还是一个人 现在我有你了 我们曾一起度过一段好时光 不是吗 那些食物 那些球 你让我到达了四级 如果你现在还想杀我 那就动手吧 诶 不是 你怎么还哭了呀 这就是我的归宿了 死在这里 我会很开心 怎么突然这么伤感了 你前面不是还让我别杀你吗 不动手吗 你觉得我应该再继续活着吗 一起 不是 这有啥不行啊 我还能给你充钱买皮肤呢 你看你这破逼帽子 多丑啊 哦 诶 没事了 诶不对 这小东西眼睛还勤着泪水呢 哦 这就是这游戏的全部内容了 毕竟这只是个免费试玩 我希望你能入手证是吗 哈 还搞广告是吧 和另外一个小老弟 他们会感谢你的 哦 到这里吃完就结束了 那怎么说结束了 也得给你吃顿饱饭是吧 你可不能拒绝我啊 请 请停下来 那必不能啊 担心马上崩溃 你就把心放在盆库里 我 3080的显卡 你这30兆大小的游戏 能使劲吗 开什么玩笑啊 啊你 吃 诶 我小老弟的小老弟 哦 我的小老弟 我啊 我 Prov app 啊 Je mü 我 我 我